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新闻支付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开除前统战部长令计划的党籍和公职 将他涉嫌的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1956年出世的令计划 1976年入党 属团派大将 违居中南海大内总管 原本一帆封信的仕途因为一场车祸而逆转 他的儿子灵谷拿着法拉利跑车 在北京海电区撞车身亡 事发时 正值薄熙来被罢免之后 令计划当时出动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封锁现场 屏蔽信息 企图掩饰事件 触动了中央神经 一种意外 不单暴露令家座勇巨大的财富 更揭露令计划 和当时政法系主事人周永康等人千丝万缕的关系 阴谋败露令令计划逐渐失势 令计划家族原本复姓令胡 为了方便才生去过胡子 简化姓令 令计划的爸爸令胡野是老干部 有四个儿子一个女 排行最大的令方针 拒报已不在人世 而令计划的二哥令政策 去年6月因为涉嫌严重违纪授 官方新华网之后发表 潮里有人也不灵的评论 象征令家大势已去 令计划的姐夫 运城市副市长黄健康 在令政策落马之后 一度神秘失踪54日 最近运城市召开两倍 黄健康缺席 到现在行踪成迷 外界盛传他已被带走调查 令计划最小的弟弟令元成 据报在令政策被查之前 带着大量的机密文件逃到美国 之后有报道说令元成已返国 甚至已被捕 但也有人说他正在美国匿床 和中方人员就着查的条件 讨价还价 而他的女儿目前正被中共控制 一直有传闻说 中共投鼠忌器 为免掌握机密的令元成爆大祸 或者会对令计划等人重兴发落 但现在看来似乎机会不大 当局公布令计划的罪行 范围之广、程度之重 被指远超周永康 可能不会公开审讯 徐才厚死后令计划案的参照对象 只是剩下周永康 两人原本都牵涉六条罪 但周永康正式落案的只有三条 分析认为可能是周永康肯认罪 换来较轻的处理 两人虽然同样被指涉及通姦和权式交易 但周永康没有赴上本人或通过家人 收受巨额贵路的罪名 他犯的涉漏党和国家机密罪 也没有令计划涉及的 违法获取党和国家大量核心机密那么严重 连同新华社措施强硬的评论 反映令计划案比周永康更加严峻 有学者认为令计划的下场可能会比周永康更加惨 令计划妻子谷丽萍被指成立多个基金脸材 涂税贪污各样都做齐 他也牵涉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贪污案 早有传闻说他已经被伤规 更加有说法说他不堪压力、精神病发 至于令计划的扣子谷元毓 和他的太太罗芳华 据报亦都被带走调查 家族人才凋零 有如树倒胡宣散 今集的新闻支付讲到这里